欢迎各位小老板来到大光评测 今天开箱戴耳G162023款 首发价11,999元 我个人觉得这就是在抢钱 所以我更加好奇 在这使一样的定价之下 这个产品表现究竟如何 笔记本裸机重量2.88千克 加上电源示威器4.43千克 这示威器它就大得离谱 跟一块普通的红砖差不多大了 你用来防身也不是不行 电源示威器这边给到的是330瓦 机器支持单手开盒 最大开盒度135度 机器的颜值霉的话说非常好看 有一点当年戴耳G7的味道在里了 并且就算你的手汗留在上面 也很难被你发现 C面的键盘布局非常工整 可惜没有给数字小键盘 触摸板的按压反汇感正常 这个机器最大的卖点在于这个键盘 键盘的手感是真的好 霉的话说 右侧的话这边有两个A口 一个出风口 轴部的话两个出风口 C口HDMI A口 电源接口 机器的左侧 左侧的话一个出风口 RG45的网线接口 还有个3.5mm耳机 RM接口 屏幕长35.5厘米 屏幕宽24厘米 这是新版的娱乐大师跑分 接下来的所有测试数据 均是在开启独显之连 以及寄模式下测试得出的 R20CPU单核跑到了755分 多核跑到了10984分 R23CPU单核跑到了2085分 多核跑到了28510分 Timespy 车率器跑到了15587分 显卡跑到了10489分 屏幕是京东方的 2560x1600的一个分辨率 13600SRGB 亮度之前前面测了 300到350尼特之间 现在室温25度 CPU已经单烤11分钟了 功耗127瓦 最高温度90度 大核频率3.6G 小核频率3.1G 单纯从散热上来讲 这是目前我测试的机器中 压i91390.HX压得最好的一个 随后双烤跑了10分钟 CPU功耗55瓦 温度78度 大核频率2.14G 小核频率1.8G 显卡功耗140瓦 温度82度 频率2.3G 妈的 这个散热确实好 机器也确实很重 老外星人的这个模具 散热 你确实没话说 这四颗螺丝是拧不下来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主板依然是倒装的 散热采用液晶的一个均热板 这是原厂的两个分扇 这是原厂两根三星8G的D25内存 这是原厂的硬盘 但是给的是2230的接口 很短 如果有嫌弃 原厂这个硬盘想给换掉的兄弟 买硬盘的时候可得注意了 好一点的2230硬盘还真不好买 此外 今年终于加回来了 第二个硬盘预留位 但是你妈的位置你是给了 但是硬盘位上 缺少一个硬盘支架来固定 这需要用户自己花钱去买 淘宝十几块钱一个 但是官方售后服务站 我估计一百多块钱一个 C面的键盘控温做的确实很不错 再来一起听一下扬声器的效果 胮盘 英雄联盟刚进游戏的时候 真是在500亿左右浮动 游戏里面特效画质 我开的都是最高 游戏里的分辨率也是2.5K 对面的盖伦是一点都不给我们家狗个面子 感谢观看 最高方便率还是2.5K 感谢观看 穿业火线刚进游戏的时候 帧数稳定在82左右浮动 游戏里面特效画质我开的都是最高 渲染比例被我手动拉到了120 分辨率也是2.5K 在飞机上的时候 帧数稳定在120左右浮动 CPU这个时候温度74度 显卡温度69度 第二把我把渲染比例从120拉到了70 画质还是全部超高 封面率还是2560×1600 瓦罗兰特 刚进游戏的时候 帧数有一定在400亿左右浮动 游戏里面特效画质开的依然是2K 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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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格沃兹之一 游戏里面的话 这次下我开的是2K极致 光线追踪被我放在了高的模式上 CPU这个时候温度70度 显卡温度69度 机器的散热确实没毛病 因为内存的话 现在占用到97% 这个游戏这个游戏也是很吃内存的 整体来说光追2K全高 玩起来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偶尔会出现掉针的问题 建议还是把画质特效开低一些 或者垃圾的光追就不要再开了 要不然你就升级成32G的内存 地平线5 游戏里面的画质特效预设为极端 封辨率是2560x1600 DLSS是关闭的状态 第一轮机能测试已经跑完 最终平均帧数76帧 第二轮机能测试 其他东西不变 分辨率被我降成了1920x1080 最终的话 平均帧数跑到了94帧 古墨丽影的暗影 游戏里面的画质特效 开的都是最高 光线追踪也放在了超高模式上 不过左边的分辨率是2560x1600 右边是1920x1080 DLSS都是在质量模式上 最终的话 2560x1600跑到了74帧 1920x1080跑到了112帧 赛博朋克2077 左边是2560x1600 右边是1920x1080 画质特效都是光追超级 DLSS3.0也开启了 并且放在了质量模式上 跑完了 1K比2K高了41帧 视频到这里可以总结了 机器的散热很好 C面给的CHERRY机械键盘 手感非常非常好 其次C面的控温做的还不错 对于部分用户可以省去外接键盘的一个成本 并且这个机器的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真的很好看 分扇的噪音在人机位54分贝 一点也不吵 用的Y信人M系列的模具 散热和供电完全不用担心 可惜了 屏幕的亮度虽然够用 但是不如枪省500尼特的水平 并且主板是依然到装 用户自行更换硅质比较麻烦 虽然今年给加回了第二个硬盘预留位 但是原厂的第一个硬盘位 给的是2230非常短 后期如果想去换主盘的兄弟 可能会比较麻烦 因为2230一般没有太多好的硬盘选择 第二个硬盘位没问题 给的2280正常的硬盘长度 但是硬盘预留位上没有给硬盘支架 用户需要自行购买支架货 才可以去加装固态 这个问题21年就有了 一个硬盘支架又不贵 干嘛这么抠呢 搞不懂 最后机器是个好机器 但是12000元的首发价 相较于枪神器而言 产品力明显不足 除非戴尔把中间这个logo给扣下来 换成外星人的标 那再说一句 机器很好没问题 但是在我看来 就这个12000的首发价 属于大便中的一个大便了 最后其实我也很好奇 在大家心中 这款机器价格到底卖多少 会符合你心里的预期呢